作詞曲 李宗盛 闪吹散尘香 将满轻烟伤 抓衣为荡归入药堂 相思泪续断心头伤 夜儿了双雾在枕上 摇雲时荒凉 半霞星月角千里光 欲君已别凉 苍茫 变了此举 无归几轻 等来生再续 如真举往不流行 等心燃尽 不过停 一万未想 度火欢 心唐情君已平 大雨细细历历 模糊眼睛 却让你曾经更清晰 为君再走一去 惊喜何夕 两首难回天注地 大雨细细历历 暂时回忆 横别离 无药可遇 仍有情而天 无影白云都散去 生命远 生命远 叹醒 大雨细细历历 暂时回忆 大雨细细历 暂时回忆 大雨细历 本日 佬天份 情缘 相変 参见清妃娘娘 参见陛下 别礼 陛下 这饭菜都凉了 不如趁热喝口粥吧 朕吃不下 陛下还是要保重龙挺 这样才能为太子报仇 朕没想到 朕被龙非夜逼到如此地步 现在龙非夜 已占据天宁半壁江山 陛下万万不可因此而灰心 臣妾听说 百里茗香现在在西京 或许 我们可以从他身上 找到龙非夜的弱点 百里茗香对龙非夜用情过甚 不许 上次会西京 李全尝试挑拨他俩的关系 没想到 百里茗香未曾表现出对龙非夜半点憎恨 想要让他和我们合作 看来不大可能 陛下 可否让臣妾去见见百里姑娘 毕竟女人比较了解女人 臣妾知道 如何能让他开口 现在朕身边 只有你一个人了 陛下放心 臣妾 会一直陪着陛下的 陛下 又是两个傻瓜 冒冒失时来到北明山 又在这儿守了一夜 中了北明山的尘气之毒都不知道 看样子是对小夫妻 真是可惜啊 走走走 快点 靠近 靠近 没想到 世上竟有如此厉害的草药 绝踪草吸食其他药材的能力 实在太强了 所以其他的植物 根本不可能在它周围生长 可是现在只有两株 够不够用 足够了 因为这个绝踪草 本身能吸收周边 各个其真异草的药效 只要取其一片 就能够应付毒瘟疫了 我这就去采 等一下 绝踪草生长的时候 伴随着许多腹株 跟它一起生长 但是 只有竹株具有解毒功效 腹株的话剧毒无比 千万不能碰 阳光一照 绝踪草就会钻入地下 雨泽 我们的时间来不及了 我们碰个运气 我先采一株 如果我失败了 另一株 你要交给顾北约 拜托了 七少 这样做不妥 万一 没有什么万一 我们现在没有时间了 不要轻举妄动 我们一定还有别的办法 来不及了 七少 你先去拿匕首 这样避免碰到他们 好 七少 你不能死 你不能死 雨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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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放心 我不会让你死的 雨泽 七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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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没事吧 七少 你这是何苦呢 为了我不知道 你要是死了 我该怎么办 我真的没事 我这样的祸害 阎王爷 他应该不会说吧 都什么时候了 你还在这里跟我开玩笑 你没事吧 是不是刚才草药出了问题 没事 我觉得 应该是 一毒攻毒吧 我来 我来 百里姑娘 此处 住得可还习惯 你是 这位是清妃娘娘 原来是清妃娘娘 百里姑娘不必多礼 听闻百里姑娘 对龙非夜用情至深 真是让本宫感动 只可惜 龙非夜深爱的却只有韩芸汐 甚至为了她 暴露了毒蛊人的身份 你说什么 你还不知道吗 当日城墙之上 龙非夜为了救韩芸汐 化身成毒蛊人 只可惜 你的真心竟是错付了 你来找我就是跟我说这些吗 不 还有更重要的事情 要告诉百里姑娘 龙非夜已经昭告天下 封韩芸汐为后 甚至 后宫不会再拿心扉 韩芸汐极万千宠爱于一身 今日 就是龙非夜举行封后大典的日子 不可能 这不可能 怎么不可能 你失踪这么长时间 龙非夜居然没有派人找过你 她还有心情跟韩芸汐在那儿 你浓我浓恩恩爱爱 可见 她对你真是半分情义也无 百里姑娘 你我同为女人 本宫真的不忍看到你这样蒙在鼓里 所以特来告知 我不信 你说得我一个字都不信 你若不信便随本宫去城楼看看 你看 河那边就是京都 现在那边烟火归零 不是为了封后大典 又是为了什么 百里姑娘 我劝你 该放下还是放下吧 龙非夜她不属于你 你要是这样 到头来 伤的只会是自己啊 非夜哥哥他不会这么对我的 他不会的 哎 哎 瞧瞧对面京都多热闹 哪像我们这里似气沉沉的 哎 听说那边举行封后大典呢 想不到韩家那个废柴女 能有今天 哎 你们胡说八道些什么 非夜哥哥怎么会娶那个丑八怪为后呢 哪来的封婆娘 走开 你为什么要这样对我 我这么喜欢你 难道你对我一点都不在乎 我已经为你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我 难道真的像楚清歌受的那样吗 你丝毫不会在乎我的感受 非夜哥哥 这是为什么 我哪里比不上韩芸汐 你为什么一点都不在乎我 我哪里是 我哪里的 有三个人 你不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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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为什么跟他在一起 既然你们在一起 你们就都是我的仇人 我要杀了你们 为什么要这样对我 为什么 朕还记得 你小时候是多么从慧过人 你母后是朕的自生之爱 朕与他间谍情深 你怎么在这儿 你回来了 你怎么一天都不见人影啊 忙 你一天都晚忙什么呢 我哥身体不好 很多的事情都是我来处理 真是累死我了 你找我干嘛 城里新开了一家酒楼 那里的糖蒸酥酪 听说特别好吃 我们明天一起去吧 明天我要带我哥去巡视军营 犒赏三军 你还是自己去吧 现在让我好好睡一觉 我现在才体会到 我哥真是太辛苦了 你看起来也很累 那我不打扰你了 你赶紧睡吧 应该要上晤 你赶紧干啥 你赶紧想睡了 这带我 воды 真是自己儿子 那大家非常严慈 啊 好多打官贵人都来 就这个包厢 都要提前三天预定呢 真的 那你怎么不约小殿下 你不会是跟上次一样 和他闹了别扭 又把我拉来当垫背的吧 他呀 他太忙了 听说师兄最近不是生病了吗 朝中很多事情 都落到他的头上 本来师兄呢 是想我们早日成亲的 可他忙得连个人影都见不到 真不知道要等到红年马月了 对了 您就想起来 在下突然想起来 还有好多公事没办呢 我就先走了 坐下 你放心吧 我这次约你呢 就是想和你聊聊 竹鱼姑娘的事情 竹鱼是个好女孩 你得珍惜她呀 属下 你说你连日东奔西走的 难道你就不想她吗 想啊 不是 我的意思是 我们俩总是聚少离多 不过不过也习惯了 其实这样挺好的 每次见面都有聊不完的话 真羡慕你们 那这杯酒 我敬你和竹鱼姑娘 祝你们百年好喝 好 来 那属下先告退了 那属下先告退了 客官 不好意思啊 本店啊现已客满 去北宫大人的客房 不好意思啊客官 这边请 请 请 小心 楼梯比较陡 我扶你 多谢 小殿下 快快请坐 快快请坐 下官 敬您一杯 小殿下 今日波容前来 令下官实在倍感荣幸啊 北宫大人几番相邀 我若是再不前来 怕是有人要说我不失去了 小殿下说笑了 小殿下日理万机 今日又替大殿下 巡视军营 犒赏三军 为朝中大事 实为废亲忘食啊 今日下官 才请小殿下出来 散心伴日 劳逸结合 才能事办公佩呀 由此 就多谢北宫大人了 刚才小女陪小殿下 游玩汉湖 不知这汉湖的景色 可入小殿下的眼哪 您叫小姐 承波炼宴 气势恢弘 不愧是京都第一湖 再加上有家人相伴 更觉得景色壮丽 小殿下看得起小女 真是小女的福气呀 还不快敬小殿下一杯 爹 瞧你说的 小殿下才不是那种 目中无人的人呢 多谢小姐 下官就这么一个女儿 平常难免敲宽了些 还望小殿下莫要见怪呀 大人多虑了 小姐天真率直 很适可爱 既然如此 那就让小女以后多陪小殿下 出来走走 怎好占用小姐的时间呢 小殿下 我最多的就是时间了 宁静小姐 冷静点 小殿下可都只是逢场做戏啊 唐离 你不是说你没有时间吗 你为什么会在这儿 我正在谈正事 西风 你先带宁静回去 闭嘴 谈事 我看谈的是婚事吧 你胡说八道 接什么呀 赶紧先回去 怎么 你的好事让我撞破了 恼羞成怒赶我走是吧 我 我偏不走 你是何人 胆敢在此放肆 我 我是唐离未过门的妻子 我劝你最好不要痴心妄想 既然未过门 那就不算是妻子 你 怎会有如此刁满的女子啊 我与唐离因父母之命 递结婚约 岂是你能污蔑的 宁静 你太过犯了 赶紧道歉 你为了一个外人凶我 我拼不道歉呢 你 那你就赶紧出去 西风 不用你赶我 我自己会走 西风 帮我看着她 别让她在那儿了 是 宁静小姐 宁静小姐 你跑什么嘛 我看你刚才也没吃什么东西 要不然 我再带你去吃一口 吃什么吃啊 气都气饱了 要我说呀 刚才你也挺过分的 你想 那姑娘被你破了一连水 人家无辜不无辜 那是她活该 她都抢我相公了 我凭什么不能破她 属下倒是觉得吧 小殿下对那个女的 没有什么意思 在于面子上 吃顿饭总可以吧 你想想 她父亲是朝廷重臣 这个面子总不能不给吧 你别替她说话了 你看到她现在都没有追出来 肯定是怪我缴了她的好事 她说什么我都不听 小殿下来了 你看看 那 小殿下都来了 手下就告退了 你来这儿干什么呀 你怎么不去陪你那个小姐啊 你都跑了 我还陪什么小姐 你都要跟人家谈婚论嫁了 关我做什么 再说了 你要是把人家娶进来 怎么介绍我呀 你说什么呢 谁说我要娶她了 我都听到了 你别耍赖 你怎么就不明白呢 那些天宁的老臣 明着是归顺 可是贝莉莉呢 谁知道他们是怎么想的 我不得花时间 一个一个去摸清他们的底细 他们自己凑上来 那总比我自己找借口 去接近他们强吧 再说了 特别是这个北宫合则 你忘了他以前是怎么对付 我们秦王府的吗 真的吗 不然你以为呢 我要是真有这个想法 那我还来这儿干什么 有这时间我不会休息吗 大小姐 我最近真的忙得脚不沾地 你就行行好 别再让我操心了 唐离 我饿了 走吧 我带你去吃好吃的 我饿了 考了那么长时间 怎么一点变化都没有 这个掘踪草 果然跟传言中是一样的 要考上半个月 才会开始变苦 照这样看来 怎样也得考上数月 他才会彻底变干枯 数月的时间 肯定是来不及了 这样 我们分头行事 你留在这里继续哄考绝踪草 我就把这一颗 送到顾北岳手上 七少 我跟你去 雨泽 你要知道 现在什么对我们来说 是最有利的选择 可是 你的身体还没有完全好 路上又颠簸 你放心 我能应付得过来 更何况 现在那么多人 需要我们的帮助 还有那么多的事 我们要去做 我不能只顾个人安慰 更何况 我出了什么事 你怎么办 你还是留在这里吧 别让我担心 那好吧 七少 你千万要保重身体 不要硬撑 你若是倒下了 天宁那边也拿不到绝踪草 你放心吧 不许可要是 好 你可能又有恼态了 是 冷藏的 那天室 又有一个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芸汐 你应该多注意自己的身体 你这都几天没有休息了 没事 反正我睡不安稳 还不如多做一点事情 你是不是去宫里啊 我新研制了一种药 想给殿下试一试 希望能有效 这个 是我给班里茗香美人血的解药 连夜感知出来的 稍等 我记得我爹说过 毒蛊还有其他解法 他真没有跟你说吗 没有 想必是宗主 那时为了让你宽心 不得已才说下的谎言 我从未听说过 毒蛊还有解药 按道理来说 毒医在研制毒药的时候 应该会想到解药啊 你也不必太过担心了 殿下是战神 他的身体易于常人 你想 当年那么多毒蛊人 只有殿下存活下来 他现在正在慢慢康复中 或许 将来能完全好也说不定 小殿下为何站在这里不进去 还不是我哥 又在毒无私人了 我也不敢打搅他 也会会有大件事 是我们这一种 药物 答他 所以才才能让你 随着 古蛊人 他们就在俩 而你有邪 以后 你得了 既然发生 何事 殿下 真的不想见我家小姐 相辈你也知道 我和你家小姐的情况 微臣明白 白礼姑娘 感情这种事情不可强求 过去的就让它过去吧 来 吃点点心吧 我要回京城杀了他 什么 你的意思是 你舍得杀龙飞燕 我说的是 韩 云 汐 百里姑娘 你可千万不要做傻事啊 我落到如此地步 都是因为韩云汐 不亲手杀了他 难解我的心头之恨 百里姑娘的心情本宫都能理解 但你毕竟曾是秦王身边的人 此时又身在西京 若没有足够的筹码说服陛下 只怕陛下不会放人 好 那我就告诉你一些事情 看看这些够不够做筹码 是 韩云汐是白燕青的女儿 而且是百里茗香 亲手杀了毒宗 这真是个天大的好消息 也就是说毒宗死了 龙飞燕身上的毒解不了了 即使朕不杀他 他也活不了多久了 那真是太好了 恭喜陛下 百里茗香 要亲自去杀韩云汐 你有什么看法 这姑娘的心思 臣妾暂时还是琢磨不透 不过 臣妾可以从她的眼神中 看出仇恨和杀戒 要放她回京城 必须想出一个好的计划 白大人 属下已经发现 百里小姐囚禁的地方 旁边还有条山路 可以绕开西京城门的守卫 好 我们今晚就行动 是 不用等今晚了 我现在就送你们上路 是 快 大人 真的以为西京是这么好潜入的吗 现在该去救你们家小姐百里茗香了 遵命 是 等等 小心行事 是 你是谁 小姐 在下门阔 奉命前来保护小姐 小姐 在下已经掌握 离开西京的秘密路线 请小姐随我离开 我凭什么相信你 你 我凭什么 你 你 你 我凭什么 你 你 一切都在我们的计划之内 你找的人可靠吗 请陛下放心 都是万里挑一的高手 只要他们不露出马脚 跟着百里姑娘回京 靠近龙非夜 就可以趁机杀了她 是 等一下 为了实情万无一事 你也跟着一通回京 主持大局 有事情立刻汇报 老奴遵旨 别习近了 曼大爷 是 子kon 这 你不得了 你不得了 老奴遵旨 地福 老奴遵旨 你不得了 老奴遵旨 你不得了 老奴遵旨 不得了 老奴遵旨 丫头 原来你真的在顾太医家里啊 我不认识你 你走吧 我好不容易才回来 你都没有想我嘛 我是来找顾太医的 我有很重要的事情要跟他商量 有什么事情你跟我说 我给你转告 说完赶紧走 都日不见 你的心怎么变得这么硬啊 我从北冰山跑回来 差点命都没有了 你这样对我 真的好伤心啊 你不是回北厉了吗 对啊 我是回北厉了 但是回到南疆之前 我已经跟北厉断绝了关系 我现在不是北厉的人 这样也好 你总会是自由了 可是你我之间 骗了就是骗了 朋友之间没有了信任 就很难再做朋友了 毒丫头 以前骗你是我不对 但从此以后 我不会再骗你了 你原谅我好不好 再说了 我也从来都没有 只想当你是朋友 我继续忙了 你走吧 反正我不走 我说了 我就在这里 等顾太医回来 太医院忙着呢 顾太医能不能回来都说不定 你要真的着急 就进宫去找他啊 进宫 那个地方已经是轩原家做主了 更何况 龙非夜能让我进去吗 那你就去客栈 顾太医回来 我让他去找你 对 丫头 我身上一分钱都没有 你心心好好好 让我留在这里 这里有张床 我就睡在这儿 好吗 这里有吃的 我就停停晚休息了 然后就安心等顾太医回来 我说你 我先吃点东西 然后不不觉 好 太好了 龙丫头 以后可以天天看到你 还可以跟你说话 莫非 我已经找到了 心里的归宿 我并定了 白莉姑娘 你回来了 顾太医 我不在的这段日子里边 不知道飞夜哥哥怎么样了 殿下 在上次毒蛊发作之后 情况不容乐观 既然他身体这么不好 为何还要举行大婚 大婚 什么大婚 前一段时间 这宫里不是举行了丰厚大典吗 没听说 百里姑娘是从何得知啊 好你个楚清歌 原来是为了骗我回来 不过既然没有封后 也就是说 飞夜哥哥的心里 未必只有韩芸汐 那我还有机会 那真是太好了 对了 顾太医 我的美人血可以救飞夜哥哥 现在还请你帮忙 帮我一起研制出解药来救他 这个 难道顾太医不想救飞夜哥哥吗 现在除了我 还有谁可以救他 好吧 百里姑娘 请跟我来 毒丫头 吃饭了 毒丫头 吃饭了 快 对我来说真的很不容易的做这些 这么多 你吃得完吗你 我看你这几天没有好好吃饭 所以就都买了一些 你只吃你自己喜欢的 剩下的交给我就好了 你不是说你身无分文吗 我身无分文 我都是在客栈里面奢过来的 一会儿你给我点钱 我还给他们 有奢有还 再说不难嘛 行啊你 花我的钱给我献殷勤 你别怕呀 我以后啊 我给你当用人 你一个食指不沾阳春水的贵公子 我还是别给自己找麻烦了 你吃完该上哪儿上哪儿去 别在我这儿待着 我可走不了你 你可别这么说 我给你制药 你不是要给龙非夜 解除身上的毒蛊吗 我可以帮你啊 不劳你费心了啊 再说了 我一定要等顾北月回来的 顾北月她现在在太阅忙着呢 她根本就没有时间跟精力 顾北月她呀 对于解毒来说是个外行 你一定会需要我的 我呢才是你最好的帮手 你不是讨厌龙非夜吗 为什么要帮我 我很讨厌龙非夜 但是只要你开心 我做什么都愿意 我不希望你因为我去做 你不喜欢做的事情 而且 而且什么 反正你不要在我身上浪费时间了 这是我的选择 你有你的执念 我有我的选择 反正我们两个也说服不了对方 那就交给时间吧 难道你不想救她吗 大人想了 那你想救她 我帮你便是 顾太医 百里姑娘 你失血过多 怎么不好好休息啊 这件事情 千万不要告诉非夜哥哥 姑娘既然愿意舍身救殿下 为何又不愿让殿下知道 一直以来 非夜哥哥他担心我的身体 反对我养美人血 要是让他知道 我担心他不会喝下药 所以拜托了 好 我明白了 姑娘请放心 这药里除了美人血 我还掺了其他药材 药味较浓郁 殿下是尝不出来的 多谢顾太医 可惜 韩芸汐 你的好日子 很快就要到头了 殿下觉得怎么样 本王觉得 这个味道很熟悉 好像以前喝过 这个药 是微臣最新研制的 用了不少名贵的药材 看殿下气色 看来效果不错 你 如果这个世界早写我会守在你身边 用沉默 用沉默坚决 抵抗万语千言 倘若 倘若这世间一切都在无情 能分别 我会有手中的写 为你奉原 陪你看 陪你看 陪你看春月间 陪你看草海变迁 陪你看草海变迁 陪你 自由一眼 不下回忆的诗篇 陪你将情节改写 陪你将八荒走遍 指引你独得痛我 而你注定 是我的心头写 这誓言 已是你中最美的 相见 别人见 笑容更适合你的脸 在一片 吸引起从前的一滴一滴 不要我不在身边 记住我还在你的身边 我故事呈言 我想我依然会用我的一切 换明天 就算我不在里面 可你会明白我对你的勇士不别 这誓言 已是你中最美的相见 别很甜 笑容更适合你的脸 在一片 吸引起从前的一滴一滴 不要愿我不在身边 记住我陪在你的心眼 我陪在你心前 做你心头写